疫情持续延烧就连台中市议员施智昌的助理也经传确诊 目前团队快筛都是阴性而今天会进行PCR的检测 而施智昌呢4月9号才刚跟副总统赖清德 还有多位绿营的立委议员来聚餐 但他们强调了都没有禁酒都是遵守防疫规定 市议员施智昌深夜在脸书发文紧急报告相亲 因为服务处助理确诊新冠肺炎 服务处暂停服务而施智昌本人 因为足迹重叠目前自主健康管理当中 当然听到了以后还是觉得有点惊讶啦 那当然担心的其实不是说是自己的健康等等的 而是担心说会不会传染给家人 或者是我们所接触的民众 自若影片说明暗游脸书也不断更新进度 想到相关人员都已经进行PCR检测等待报告当中 而施智昌本人也在下午确定裁检结果为阴性 但由于他在9号晚间参加了一场绿营参会 包含副总统赖清德还有多位绿营立委议员通通到场 就怕疫情持续扩大 那参会的话因为大家也都是没有禁酒 非常的遵守规定 那而且大家也都打好三剂也打好打满 那我想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施逢议会开议国民党团也发出声明 建议仿效蔡英文总统模式 通行聚餐议员即刻进行居家隔离 并且取消公开行程 如果说今天上午PCR的结果 那有扩大的趋势 我们会再框 会再框 总而言之就是让接触者 能够确保他的健康跟安全 疫情持续蔓延就怕延烧到意识堂 蓝绿两党加强防疫不敢马虎